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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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咖啡最适合生产的一个温度是借在20度C以上 所以你会看到它都比较偏是一个热带或者是一个负热带的一个区域这样子 是 那咖啡我们在喝的时候其实因为口感不太一样 那也不知道说是哪一种味道的咖啡才有效 或者是提神效果会比较好 应该是可以从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差异来看 那一般来讲在整个咖啡的一个品种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分三个品种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占所有全世界的一个产量来讲最高的一个比例是阿拉皮卡种 那这个占了70到80%左右 那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栽培的一个高度差不多是500到2000公尺的一个海拔以上 那本身它的一个温度啦 雨量的部分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不耐高温跟不耐潮湿的一个部分 所以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发源地是伊索比亚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的咖啡都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伊索比亚的这个品种 早期 那其实还有第二个品种是罗布什塔这样子的品种 那这个占全球的一个产量大概20-30% 那它的一个味道比较类似小麦 就是炒过之后的一个小麦的一个麦的一个麦香的一个味道 那本身它的一个温度跟阿拉皮卡总是差一点点 那它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发源地是在刚果 所以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豆子 咖啡豆的一个形状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比较偏椭圆形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偏圆形 那这个可能就赖比瑞亚种 虽然它是最少 那形状的部分它是比较偏是一个汤匙的一个形状 所以咖啡豆其实长得也有小小的差异 对 其实以它的一个可能地形或者是气候或者是水量 或者是它土壤的一个不同 它基本上有不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差异跟发源地 这样子 对 是 那咖啡其实在外面喝的时候 有的咖啡怎么只要35元新台币 有的咖啡就比较贵 对 可能依它的一个栽培的方式 或者是说它日后的一个干燥的一个方式 的一个繁琐的一个程度 而有不同的一个等级 那一般来讲可能高纬度 就是所产的咖啡 它基本上来讲是属于比较高品质 但是栽培的一个高度如果比较低的话 低挖地的话 不见得它品质是比较低的 对对对 不过以我们自己当作每天在喝咖啡来讲 我们在意的应该是口感 香气 对 口感的部分 其实在美国的一个精品咖啡协会 他们有提出针对咖啡的一个分级的部分 可能针对烘焙之后 或是研磨之后 咖啡所带来的一个香味 产生的一个干香气 那或者是说 咖啡的一个萃取液的产生的一个香味 那甚至有些咖啡喝起来是比较酸的 对 那这个都是因为它本身的一个酸味跟甜味 造成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甘甜的一个味道 那甚至有些人喝完咖啡之后 它的一个重量感 body的那种感觉是蛮重的 哇 原来不同的咖啡 它的香气 它的厚重感 以及它的酸度都会有所差异 对 那以及甚至我们喝下之后 它所吐出来的一个风味的感觉 那或者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上饿 我们享受到咖啡的一个香气跟味道 那甚至整体喝完这样子咖啡之后 它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饱满的一个感觉是不同的 对 感觉上 刚刚张云老师您这样介绍下来 感觉喝咖啡其实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饮品而已 它其实有它背后的生产地等等 感觉是一种很时尚的感受 那这个是以消费者去觉得咖啡什么样是比较高的一个等级 那以生产的一个国家来看的话 可能会依它的一个生产地 或者是依它的一个气候 土壤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采收的一个方式是不同的 而去做不同的一个分类这样子 对 不过啊 这个不同品种或是分级下来之后 不同等级的咖啡 它到底在它的营养或者是在它对人体的功能方面 会不会因为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呢 应该是说我们在后面的一个冲泡的方式 譬如说像Espresso浓缩咖啡的话 也许它在整个咖啡因的一个含量就比较高 那可能有些咖啡是有加一些牛奶之类 比如制品之类 譬如Natte 那可能它的一个咖啡因含量可能就会比较不一样 会以它的一个种类有不同的一个比例这样子 您刚提到了咖啡因 这个好像是咖啡里面的一种成分 对它是属于茶碱 就是属于本身存在于就是咖啡里面的一个好处 那目前来讲我们所有喝咖啡的一个功效来讲 几乎都是咖啡因所带来的一个好处 譬如说它可以提升洗脑 那在脑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对一些大脑的皮质有刺激的一个作用 那神经的部分可能会刺激我们的一个中枢神经的一个部分 是 对 这看来喝咖啡好处还不止只有一点而已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这个好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请一样是告诉我们 喝咖啡有哪些好处呢 刚刚张一老师告诉我们它可以提升洗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嗯 在第二点的部分我们看到它可以减重 真的吗 减重 应该是说它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基础代谢力 那相对的如果你可能就是以喝黑咖啡来讲的话 可以相对的有达到洗脑吃剂的一个作用 那相对的你也可以减少可能就是食物的摄取 那甚至在帮助消化吸收这边 可以帮助油脂的一个消化跟吸收 但是如果你今天可能是喝三合一的咖啡 那里面的一个就是奶精啊或者是糖 它其实是有热量的 那假设是加这样子的一个热量 差不多一倍来讲会多50大咖啡左右 哦 对对对 这样听起来还蛮令人兴奋的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怕胖对不对 对 如果说他真的可以喝咖啡来控制他的代谢 嗯 或者是说咖啡又有好处啊 如果工作像现在天气很热 或者是工作工作累了 对 实在是很疲劳的时候喝个咖啡还可以提神 嗯 对对对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会有比较深刻的感觉是止痛的部分 对 那止痛的部分本身也是因为咖啡因的一些因素 那甚至他可以帮助心血管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边可能待会我们会提到他可能针对一些 可能心血管疾病 或是已经有心律不准的一些病人可能比较不建议 或者是要做适量的一个摄取 对对对 是这边我想请教您哦 您提到说他有一心血管啊 他到底他直接的帮助在哪里呢 他最主要是可以增加心脏的一个机能 那以及增加血管的一个扩张 所以相对的你可能在一些譬如木梢循环 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的一个机能上 你可以做辅助的动作这样子 对 是不是我这样解释您看对不对啊 就是说有的人会手麻脚麻 那您刚刚说他会促进墨烧循环 墨烧循环 所以身体也会比较暖和 血循环比较好 对对 是 那他还有其他功能吗 对运动人 运动员来讲的话 他其实也有帮助他运动的一个 就是降低他预值的一个部分 那相对的您在运动的一个强度 就可以加强这样子 对对对 您提到的预值是 就是耐受的一个程度 可是如果他喝咖啡的话 他的表现好像 还可以再加强 再加强 对对对 因为他降低身体的一个标准 所谓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预值这样子 是 那这些作用都是咖啡因的作用吗 咖啡因是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些因子 那一般来讲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咖啡因所带来的一些 它的一个可能影响身体机能的一个部分 但是相对的我们可能要考量到 因为这个产品如果再兼电下去 它有可能是药品 所以相对的我们必须考量到 它可能比较负面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可能喝过多 有些人也会有头痛的感觉 那或者是说喝过多 可能也会觉得比较 没有办法稳定一些情绪 那甚至会颤抖 那甚至会心悸 造成心脏的一个不规律的一个运动等等 是 您说到这个 我就有朋友有这样的体验 他喝了咖啡之后 他就觉得心跳跳好快 对对对 然后反而觉得精神好像有点太亢奋了 对对对 会不舒服 特别是针对一些可能心率不整 就是他本身心跳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那喝咖啡有时候 因为他刚刚有提到 刚刚我们有提到是中速神经的部分 对对对 所以相对的他可能心跳 会造成加快的一些情绪 那这样子快快慢慢 对心脏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 富豪的 对对对 那甚至在就是盖子跟铁子的部分都会影响 所以可能有些人喝咖啡量 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能就要考虑到说 你是不是定期做一个骨质密度的一个检测这样子 对 是 不过好像 真的人很矛盾哦 他其实知道说 喝咖啡好像会骨质会流失 可是你叫他不要喝 他还真的上瘾了 咖啡会上瘾吗 会上瘾 因为咖啡因的一些因素 对对对 那像这样子 这样的朋友他实在很热爱咖啡 可是他又希望能避免这些 比较负面的隐忧的话 那他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从咖啡因的一个 所看到的一个 它的一个含量去做调整 譬如说 我可能选不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烹调方式 譬如说它可能是过滤式的一个咖啡 它也许含量是最高的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可以选低咖啡因 你看它的一个差异差一百倍 它的一个低咖啡因含量的咖啡 差不多借二到三毫克每杯 所以相对的它可能可以降低它的量 那再者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譬如说像浓缩咖啡 跟拿铁就是拿铁咖啡 那拿铁咖啡相对的它有一些奶量 那相对咖啡因的量 也许就会用的比较少 是 您这个表看起来好 不同的咖啡它不同的做法 好像它的咖啡因含量差距差蛮多的 对 像一般来讲 咖啡因其实不是只有在咖啡才有 在一些茶或是可可 那甚至像这边可口可乐都含有咖啡因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对咖啡因可能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 如果说你一天可能喝到三杯 就可能心脏不太舒服 已经有心悸的一些情形 可能就要做适当的一个降低的一个动作 是 减少喝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己爱喝咖啡的人 他喝了咖啡喝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两杯 他发现心跳变快了 这时候他就应该把这个量控制在两杯以下了 对 甚至是一天可能喝一杯 对对对 那这个一杯大概我们通常只是只喝多少 一杯来讲大概是标准的一个杯的一个CC数 大概是240CC 240CC 但是有些人会喝的比较浓一点 可能到150到200CC之间这样子 是 想来喝咖啡它有它的好处 就像刚刚营养师告诉我们的 他对于在精神的提振方面 以及甚至呢 它可以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率 可是喝多了也有饮忧 对 这个都是我们刚刚之前在提到饮忧的部分 譬如不安或者是一些头痛啊 或者是心悸 或是骨质疏松都要特别注意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很好奇哦 咖啡我们现在了解了 接下来查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也是休息一下 等一下请营养师告诉我们 观众朋友您知道咖啡因也有分红黄绿三种颜色吗 我们来请教营养师 刚刚我们有提到咖啡因的一个 就是担心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卫生署在针对咖啡因的部分 它有界定红黄绿灯这三个部分 那红灯的话就是一杯它的一个含量 大概是借以200到300毫克 那黄灯的部分是100到200毫克 那绿灯的部分是一杯里面当然是100毫克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天摄取量定以100毫克以下 基本上是安全的 那如果是高以可能是300毫克以上的话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它的饮用量不要超过绿灯以上 对绿灯是OK的 那黄灯的话可能就是要小心 那红灯的话就是比较是镜子 另外一个跟咖啡一样就是喝了之后也会提神 也非常受欢迎的就是茶 那到底茶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帮助 茶的部分我们可以在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来讲茶其实做的非常优良 那也是蛮国际知名的 那茶依它的一个制造的一个不同 我们大家可以分成全发酵茶跟不发酵茶跟半发酵茶 那目前全发酵茶来讲的话 大概是以红茶为主 那不发酵茶来讲大概是以绿茶为主 那这边像就是煎茶 然后或是熔锦茶都是还蛮有名的 那半发酵茶的部分 它一般来讲是属于青茶类的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在新竹这边的碰红茶 那或者是像台北这边的一个文山包种茶 那甚至阿里山这边的一个高山茶 那甚至发酵程度大概有80%的一个体观因 那甚至在就是半球形包种茶 这边都是属于半发酵茶 那这边可能表格的部分稍微有点打字的关系 不过茶的部分它是属于后发酵茶 完全发酵的一个部分 是我们常听人家说 有些人他喝茶 他知道茶好像很不错 可是他喝了茶肠胃会不舒服 所以我想请教营养师 红茶跟普洱茶好像一般很少听到说 喝了会不舒服的 有可能是因为它咖啡因的关系 咖啡因 茶也有咖啡因咯 对 茶可可跟咖啡都有咖啡因 那依它的一个制造的一个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像普洱茶跟红茶 它的一个咖啡因的一个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那与绿茶来讲 这边的一个量大概是一杯大二十五毫克 那红茶的话可能就比较 更低吗 它的咖啡因更低吗 红茶 以它的一个可能制造的一个方式可能比较不一样 那比较大的一个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的部分 绿茶可能比较多的一个好处的部分是 就是额茶树 额茶树 额茶树可能也是绿茶这边主推的一个它的一个保健功效的一个成分 那本身它属于多分类 黄童类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可能对身体的一个抗氧化都蛮大的一个帮助 这样子 所以其实现在风行喝绿茶 是不是就是这个额茶树它所提供的好处 不仅仅是抗氧化防老化 它还可以防口臭 甚至还可以帮助代谢 那茶的种类 会额茶 额氨酸这个成分 会随着不同的茶种 然后那个成分的比例不同吗 发酵茶跟普洱茶这边的额茶树是比较低的 那绿茶的话是最高的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表格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茶氨酸的一个量是这样子 除了额茶树的量是这样子之外 在茶氨酸的部分的含量也是这样子 譬如在红茶跟半发酵茶跟绿茶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茶氨酸其实还是以绿茶是最高的 那这样绿茶最好咯 可以这么说 应该是说它的一个成分是 抗氧化的成分是比较高的这样子 那到底营养师什么人不要喝绿茶喝太多 不要喝绿茶喝太多 可能就是要考虑到喝的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喝了睡不着 那可能他就要调整他喝茶的一个时间 可能在睡前一两个小时就不要喝太多 或是太浓的茶 那有些有提到说不要喝隔夜的茶 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茶叶的一个茶汤泡完之后 有可能会导致细菌的一些滋生 导致可能肠胃的一些不舒服 那再来可能就是空腹的时候也不要喝太多茶 因为对胃酸的一个刺激是比较强的 比较伤胃 对对对 会增加胃酸的一个刺激 那甚至你在服药的时候 或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吃特别的一个营养品的时候 其实都不建议说以茶水来做辅助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 那您会不会您对孕妇的推荐 您觉得孕妇适合喝茶吗 孕妇其实不建议喝茶 那原因是有些咖啡因会影响他的一个 宝宝的一个骨质的发育 或者是说影响他脑部的发育 甚至会造成早产或流产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都是还蛮严重的 对 那这样的话我想帮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他要喝咖啡比较好 什么样的人他应该选择茶比较好的 应该是说你的一个喜好程度来讲 或者是说你的耐受程度来讲 有些人可能喝三杯咖啡是没问题 但是他很喝一杯茶就不行 所以要依自己的一个喜好的程度 或者是说我可能体力比较差 也许在二叉数的部分我比较需要 那我可能就考虑喝茶这样子 是 那已经考量他喝的时机 时机最重要对不对 所以您建议说尽量不要空腹喝茶 也不要睡前喝茶 对对对 那茶的量也稍微调整 茶的量也不要过多 对对对 那只要这三个原则有把握的话 那他其实是喝茶也是OK的 对 是那今天从这个张营养师的介绍 我们发现其实茶跟咖啡都很好 只是要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要自己根据自己的状况 对这个会有心悸问题的同朋友们呢 可能您就可以选择茶 可是喝的实际也很重要 那希望您能智慧的来喝茶跟咖啡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谢谢张营养师来到现场 谢谢您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